以来 这是一款神经毒气单 毒气一旦被人体吸入 三分钟之内就会麻痹 呼吸神经系统 导致窒息死亡 这种毒气弹 它的特点就是要用遥控器来控制 三百米之内开关自如 如果没有了遥控器 开了不能关 关了不能开 有五号电池吗 有有有 谢谢 好了 小夕 要爆炸了 紧张什么 设定几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毒气弹就会爆炸 至少在这个范围之内 没有一个人弄火 交给你 这么厉害 小黑兵 你把他拿到密闭房去 是 小心 老四 来 把那个汉奸提去密闭房 是 现在就看你的手艺了 对了 南边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吧 他们不会待在南边不回来了吧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听到的说法是总统说 守住长江 坐拥半壁江山 集结战略力量 恢复全国 小雪 你害怕了 抗战八年我在平海坚持了八年 最后还是把总统给等回来了 我信他会回来了 走吧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走 你放开我 走 走 走 放开我 什么人 一个该死的人 到底什么呀 抗战时萧组长在平海追杀汪伟汉奸特务 跟他们结下了迅海深仇 这些年参与的汉奸特务 一直在追杀萧组长 这是昨天被我们抓来的一个 嘴硬得很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说 大海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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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行动你布置得怎么样了 按照战长的布置都到位了 这次行动的中心是把战手评测反过来 你不要本末倒置 属下明白 你根本不明白 连满脑子都是战手安 你照着镜子 你看看你的眼睛 我坐得离你这么远都能看得见 你满眼都是仇恨 战长 要说有仇 和我截下薛海参仇的不是战手安 是共产党 侧返回战手评 对共产党能造成最大的打击 属下绝不会本末倒置 我相信你 下去吧 少平你怎么穿这套 换这套吧 这这这套太太张扬了算了 可是今天所有的领导和贵宾都会去的 你穿的正式点这样显得尊重啊 一个翔将 穿的不能比胜利者光鲜 好 少平啊 我觉得你 你的心意越来越重了 什么意思 你变了 变了 说得好听点 觉得你变得谨慎了 说得不好听点那就是变得胆小了呗 当初你起义的时候 振臂一呼何等英豪啊 你帮我把这个扣上 来 你打算还什么时候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孩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夏天水跟你说的是吧 你不要管谁跟我说的 那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我想知道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是想自己先想清楚了 再告诉你 那你不跟我说 不知道我的态度 你怎么能想得清楚呢 那好 那你跟我说说 你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我很伤心 你看吧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伤心是因为你的态度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是不是我在你心目中 就是一个小肚鸡肠的怨妇 一个不讲理的汉妇 从一开始我认识你的第一次 我就没有了自己 自从嫁给你的第一天 我就发过誓 你是我人生中 我这一辈子的所有 其实 我根本不懂政治 也不懂天下大事 可是我知道我的男人懂 只要我跟着你 相信你 就可以了 哪怕 前面是一个火坑 你往下跳 我也跟着你往下跳 而且 我睁着眼睛往下跳 我睁着眼睛往下跳 可是你看你 你 你到底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这种事情你都不跟我说 你放心 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 交给我去处理 我真的对不起你 我不要你说对不起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这件事情一定能处理好的 这还这 那你能告诉告诉我 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你刚才说相信我 又问我怎么做 好好好 一切事情 全都交由你来处理 好吧 现在那个孩子那么小 放在别人家 我们都不放心 既然佩秋现在 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我们就把海生 接回家里来 起码 他可以和爸爸在一起 但这样太难为你了 是难为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你这么一说我马上就释怀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 不明底细的贸易公司 在出钱抚养 抚养海生 所以我心里一直很不踏实 你这么做 真是太好了 谢谢 谢谢太太 太感谢了 你放心好了 你去忙你的事情 海生的事情 就由我来负责 好 战手安不知道 她现在参与的行动 是萧文华的再一次测试 还是敌人的一次袭击 更有可能的是 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战手安阻止了 敌人的袭击 她的身份将暴了 但如果她放任不管 人民的生命将受到重大伤害 在萧文华手下做卧底的难度 第一天就以双倍的效应 展现了出来 到了 这个永安贩店呢 是平海最热闹的贩店之一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在这里的通风系统中 开启这个家伙 冯伯子 你跟阿四 负责解决中央通风式的保安 老朕 咱们俩 试试炸弹的启动 等会儿啊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启动炸弹啊 炸弹一启动 这里的人无疑幸免 对啊 你疯了 那可都是老百姓啊 我们在打仗 咔乱剿匪的战争 他还没有结束战斗呢 你在广州特训班那儿 赵光他就没有告诉过你 那也不能拿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玩笑吧 死了多少老百姓啊 可是国君 好了 我不跟你废话 你行动还是不行动 我从广州回来 不是来残害老百姓的 那好 那我再跟你透点底 比起眼下的行动 好戏还在后头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们不是专门杀老百姓的 你行不行动 你不行动就下车 好 从现在开始 两个人一组 谁也不许离开谁的视线 走 可以动就能动手 在带边绑抽中 我还能弄你 我りид 孩子见到了吗 嫂子 其实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 那我能怎么样啊 与其看到她左右为难 两边不能兼顾 还不如把孩子接回来 让他们父子团聚这样多好啊 好歹你们也是患难夫妻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你有什么难念的经啊 你一个新娘子蜜月还没有动呢 正是甜得发腻的时候 有什么难念的经啊 我 对了嫂子 在广州你的孩子怎么就没了 说是发了两天烧脑膜炎 烧得太高就没了 那你告诉战俘处长了吗 没有 不过不告诉他也好 念得他伤心 不说谁邪了 我们去那边喝咖啡好吗 嗯 好 那边 这边 这边需要点些什么 预备咖啡 好的马上来 佩平啊 咱们来这干嘛 我们这边可是配角 等时间一到咱们再出发 不要急不要急 我们这么大的动作才只是个配角 那主角的什么样啊 随你们这么猜 都超出你们的想象 那肯定是震惊世纪就对了 不会啊 王那家伙呀 就被这个大一辈 那这么说 我们平海小组 又要离大功了 那是当然了 这么跟你们说吧 咱们这招打下来 等他们再反攻回来 那我们可就是富国功臣了 老四 到时候回老家 把我三妹借过来 然后啊 再弄套房子 什么三妹不三妹的 平海那么多漂亮姑娘 你就一个看不上 看不上看不上 还是我三妹好 嫂子 你买的那些小鱼不真好玩 嫂子 我去到洗手间 您先放这儿 你看那个 那个怎么样 不行不行 还是我三妹好 谢谢 她的车在哪儿 对 接下来就看你了 来 书长 车备好了 出发 出发 老长官 老长官 您要出去啊 你来找我有事 啊 我这儿给老长官 买了点石仙的水果 给送来了 想看水 你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 我没做什么 旅长 您听说什么了 行行行 先把水果拿进去 是 是 你跟夫人又吓叨叨什么呢 哦 哎呀 哎呀 老长官 老长官 您您都知道了 我呢 也是迫不得已 那天夫人刚好问起 所以我就 哎呀 哎呀 你小子你多多嘴吧你 不 不过 这件事情啊 啊 我还有感谢你 啊 行 走了 书长 哎 哎 我们还有三十分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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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哎哟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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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去沙洲开会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黄小姐 我离你了 对了黄小姐 我今天一大早上 出门出得太齐了 我晾在院子里 跟着几件衣服 一会儿就帮我收一下 眼看天觉下雨了 我这有事 回不去 谢谢你 好啊 打破了 那我先走了 真是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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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出去 是吗 你别回头 不是啊 东西拿上 走 走 我们也上 好 来 你的 好 我 走 走 展官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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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官 好 先生啊 保安先生 麻烦你 进去帮个忙 里面有坏人啊 这这 什么坏人 里面好像有些奇怪的人 我小叔被他们劫持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刚才 不不不 就现在 这大白天的 你这是 拿我开玩笑吧 你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叫开玩笑 难道我们两个是在乱说吗 你是谁啊 你怎么说话的 你怎么说话的 现在很着急 你快跟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麻烦你 赶快找人进去看一下 你们先别着急 你得把事情一五一十跟我说清楚 我才好叫人啊 哦 是这样的 我小叔在里面 跟几个男人在一起 他被那几个男人劫持住了 他刚才乱说一通 说我是什么邻居的张太太 还让我帮他收衣服 这摆明就是在乱说嘛 没了 就这些 对啊 就这些 这算什么劫持啊 真的是劫持 他在别人的眼皮底下 他不方便说 所以就暗示我 让我找人进去救他 麻烦你了 我们这儿每天人来来往往的 就算他真的被劫持了 那他抬腿就能跑了呀 谁还能拿他怎么样啊 哎呀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麻烦你先去帮帮忙嘛 真的 麻烦你了 好 红宝仔 留在这儿 老陈 走 就在前面 刚才还在这儿啊 奇怪了 人呢 这大过节的 就不要添乱了吧 嗓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不刚才还在的 哎 先生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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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啊 好 好 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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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副处长 你来了 吕会长你也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全体安静一下 对 庆祝大会现在开始了 在这里啊 我们首先欢迎 这次来参加会议的 各位军界的代表 还有各位工商人士 和记者同志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欢聚一堂 主要是为了庆祝 辽沈 淮海 平津 这三大战役 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就这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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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对 对 老朕 老朕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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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朕 你干嘛 枪拿出来 老朕 你别闹了 枪拿出来 放地下 踢过来 老朕 这 不知道 不知道 再也不说我就让你断死绝碎 说不说 别别别别 胡说胡说 胡说 胡说 对 在在在 老朕 libr 先生啊 你说 这大过节的 我怎么可以乱说呢 我相信他们 一定还在这里的 我们当初找一找 肯定会找到 先生 就是那个人 燕婷 就是他 你没看错吧 没有 我确定是他 他就是劫持我小叔 那帮人其中一个 这个弄错是很麻烦的 不会的 不会弄错的 不然这样吧 我过去问问他 然后你们在我后面跟着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好 燕婷 走 走 他们人呢 什么 找谁啊 你的同伙 同伙 什么同伙 是你吧 别动啊 都别动啊 谁敢动我的拉伦他 别开枪 别开枪 易婷 嫂子 易婷 快救救我嫂子 快啊 别动 别动 给老子长个道 有话好好说 别动啊 行战胆 行战胆 少风早就知道你不地道 没想到你暴露得还挺快呀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中华民国国防部 保密局第六特遣队 终享战术案 去你娘呢 都从这个时候 还跟老子装神弄鬼 走 不然一枪打死我 行行行行行 你是特遣部队的 那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许我们启动 中三样子 特遣队 是对敌作战的利剑 保护民众的盾牌 我们被派遣回匪区 是为了保护民众 而不是残害民众的 队长 刚才那个女人报警吗 行战胆 那女的到底是什么来路 我刚才说过了 是我的邻居 去你娘呢 刚才那个女的说 你是她的小叔子 是吗 她就是叛将战首萍的老婆 让我想想 我看过你哥哥的资料 她老婆叫 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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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对不对 难怪看着这么眼熟 她就是叶叶叶啊 好啊战首安 没想到让我们钓上这条大鱼 遥控器呢 还有三分钟 你是想让我们把你在这儿打死呢 还是老实交代我让上方给你一条活路呢 说不说 说不说 不说 怕死 打死她 一旦 他们说是一个人 的 我问你话呢 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你说我说 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抓 抓 抓 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抓 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别动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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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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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放开 别动 放开 嫂子 嫂子 你没事吧 嫂子 你没事吧 快快快 离开这里 快快 谁都不许动 快快快 离开 我怕了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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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快 起床 快去那边 好 追 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个下一个环节啊 我们请各级的代表到台前来合个影吧 这不是的 您请 别客气 您好 您好 请请 您请 各位领导 大家正好 大家一起合个影 三 二 一 再来一张 三 二 一 各位记者 有什么要提问的问题吗 领导 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问吧 这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战俘处长 我 国民党反动派仍在江河沿线积极不防 江河一战似乎难以避免 抗战时期您就是中国少见的精通两栖作战的将领 对于接下来的布局 不知道您有何见解呢 是啊 说一下吧 现在战俘人的职责是恢复后勤生产 支援前线 至于战局的部署 我想您问错人了 您毕竟是声明在外的抗日名将 对于驰骋沙场的感觉 难道没有一点怀念吗 还是您不愿意和昔日同袍 面对面的一决生死呢 这位记者能不能换个话题啊 等一下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喜欢战场的热血青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之所以喜欢战争 是因为你没有参加过他 国民党反动派仍在江河沿线积极不防 江河一战似乎难以避免 抗战时期您就是中国少见的精通两栖作战的将领 对于接下来的布局 不知道您有何见解呢 是啊 说一下吧 现在战马人的职责 是恢复后勤生产支援前线 至于战局的部署 我想您问错人了 您毕竟是声明在外的抗日名将 对于驰骋沙场的感觉 难道没有一点怀念吗 还是您不愿意和昔日同袍 面对面的一决生死呢 这位记者能不能换个话题啊 等一下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喜欢战场的热血青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之所以喜欢战争 是因为你没有参加过它 你没有上过战场 战争唯一的目的 必须是为了和平 否则 他只有毁灭和死亡 我们将一无所获 战某人 荣马一生 确实也得过几句谬赞 但是在下一直认为 我 不是为了战争而效忽 而是为和平而服务 所以不管在沙场还是在车间 只要能促成中国和平的新局面 战某将会赴汤蹈火再索不起 我怎么回答你满意吗 满意满意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刚才的回答太好了 怎么了 我这老毛病我犯了 没事吧 战副处长 你能不能送我到医院去一次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 走 不好意思啊 请说一下 请说一下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请说一下 好 请说一下 好 快 快去报告 敌人驾驶一辆黑色轿车 车至老西门方向逃离 是 走 此时此刻 时间成了战手岸最大的敌人 每过一秒钟 那枚至今下落不明的炸弹 就会与引爆设定接近一秒 这让战手岸心急如焚 我的车还是坐我的车吧 可以可以 小英 开门 是 来 你在这里等我 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这是 行行行 怎么了 同志 需要帮忙吗 你这个朋友伤得很重 同志 你这个 同志 同志 出去 出去 好好好好 你冷静一点 我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醒 醒醒 醒醒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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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啊 我告诉你 是我把你救活的 现在只有我能把你救活 告诉我 下一个信息目标是哪儿 你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 告诉我 你们下一个信息目标是哪儿 只要你说出来 我的党会对你捆大处理 说 我 去死 我死 我死我这儿 我死我 你快要死 醒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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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组长 用完饭店发现毒气弹 还两具尸体 代号 信天翁 密码5311 帮我找一下高峰同志 高组长 接电话 好 去吧 喂 信天翁 你在哪 老高 我没有时间给您解释 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均020366的车牌号码 这有关毒气弹袭击的事情 赶紧帮我查一下 信天翁 赶紧去查一下这个车牌号码 老高 老高 你快点儿 我没时间了 你快点儿 小邦 查出来了没有 军管处的人正在查询登记存底 你别着急 马上就会有结果 你别着急 马上就会有结果 你别着急 马上就会有结果 好 知道了 谢谢 高峰组长 一定有结果了 这个车牌 没错吗 没错 就是他的车 去吧 嗯 信天翁 你听好了 车主已经确认了 是战兽萍 你说什么 你听到了吗 这跟下一次袭击有什么关系 请你立刻回答我 门门 门门 喂 信天翁 不许动 信天翁请回答 信天翁 小邦 立即查清楚战兽萍现在的具象和信踪 好 小邦的背后 小邦的背后 对不起 不客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同事件 还有人开枪 坏人抓住了吗 永安饭店 对 谢谢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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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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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才卫谷的事案人员 都送到晚宿了 哦 都带到军管会 沥水区委的 谢谢你啊 没事 我还没来得去看清他的面貌 他就把我打暈了 五哥 报告队长 外面少了一辆车 车牌号码 均5623 发出全市警报 敌人已经逃离现场 身住军服 并驾驶均5623号即不逃离 是 走 是 等一下 就你 请问你找谁 薛业主任 好 请进 谢谢我车停这儿了啊 好 就这样吧 是 那天的永安分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当时也没有注意 人特别多 也很混乱 怎么那个人 就一下子抓住我嫂子了 好像人啊当时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我找区围主任 你是哪里的 军管会保卫处的 哦 跟我走吧 报告 进来 主任 保卫处来了一位同志找你 好 让他进来吧 是 请进 主任 是 王外出 预审科林中葵 向您报道 哦 啊 啊 你们科长我很熟啊 是这样 我们科长 让我提前来接触一下目击证人 方便之后的审讯 这位老兄啊 还是这个臭毛病 嫌犯还没抓到呢 就想着搜集证据 行 我马上派人领你过去 你先坐会儿 是 小李啊 你马上过来一下 陪这位林同志去一下审讯室 好 喂 是我 什么 敌人穿走了我军军服 还偷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车排号多少 你等一下 军五六二三 好 我知道了 马上通知下去 公报各部门 我们要抓捕的嫌犯 穿着我军军服 还偷了一辆军五六二三的军用吉普车 报告 进来 李董事 你跟他过去吧 是 主任 您跟他说的车排号码是多少 军五六二三 主任 这车就停在咱们大门口啊 少爷 快 怎么打完 旋车都停在咱们大门口啊 快 坐下 快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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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给我去审讯室 是 哥子 什么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哥去哪儿了 你今天一天 到底在搞什么呀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我哥去哪儿了 我哥遇到大麻烦了 他去了市政府 参加文艺晚会啊 好 谢谢 走啊 怎么回事 这我被人打晕了 林中奎 你已经被包围了 快投降吧 你跑不了了 快出来投降吧 上 人呢 人呢 全面搜查 是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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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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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战俘处长的司机 对啊 我是 我们是军管会的 战俘处长还在里面吗 不在啊 他陪人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车在这儿啊 他让我在这儿等他 车在这儿他去医院了 打开后备箱 后备箱怎么了 警察 这什么东西啊 刚复杂真有炸弹 炸弹 快爆炸了 快爆炸了 走 走 走 不出来车 输在人群 不去啊 我来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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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 快散开 都闪开 闪开 东方 东方 车在哪儿 车在那儿 那边 闪开 回车 都闪开 快 终门 危险 危险 快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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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醒了 老毛病了 让你费心了 千万别这么客气 现在好点了吧 好多了 怎么 董事长 这么晚了 你过来干什么 出事了 说我吧 师父大礼堂出情况了 什么事 正在紧急疏散 听说 遭到特务袭击了 什么 这 起来情况怎么样 还需要柳月观察 下去吧 谢谢 醒了啊 大英雄 喝 你小子 命真够大的 管走别人这么一撞 早就散家了 医生说了 没什么大事 请问脑震荡 不是 那个 我 我哥他怎么样了 他没在现场 没事 好 我哥 唤醒我的是萧恩华 就是之前跟你一关在一起的那个特务 帮我带你去 干嘛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能暴露 尽量小心还不行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身体行吗 你觉得我有问题吗 丈夫处长 我这儿没事了 你 你先回去吧 好 那您保重啊 放心吧 注意报应 请问您是战俘处长吗 是 你们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好 好 前面那个路口 右转 快去 走 那边 虎哥 没人 打开 你七眼看到松豹被带到这儿来的 千真万确啊 小文娥把他转移到别的地方来 大哥 这里面好像有间密室 打开 怎么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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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山坡 再有一公里 就应该看见仓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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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一组前门投入 二三小组侧翼支援 听到前门爆破声务 全力投入明白了吧 明白 老高 老高 太焦慌了 不给我们留线索 撤 是 以后 大哥 大哥 今天是你遇難六週年的忌日 我不應該把大仇人 蕭文華的腦袋 取下來寄給你 可現在三弟蘇豹 也被蕭文華用毒氣毒死了 我徐蘇虎 真是一個廢物 導入殡水 喝止水 喝止水 火火火絆 大哥 三弟 我徐松虎 今日在你们的灵堂前发誓 十之内 必须下大仇人萧文华的脑袋 来继位你们在天之灵 誓死为大哥三哥报仇 誓死为大哥三哥报仇 今天行动很快 哥还是被他们抢先了一步 今天他们损失的一个行动小组 就把长孙的你头上 没关系 我对不得来 需要专业组配合吗 暂时的行 大哥 一会儿靖阿诚到了警方了 你帮我放下 你想干什么 我想去看看我哥 玉建石 跟你说一下 说 你哥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你怎么知道 那他在哪儿啊 军官会招待所 今天就不用见他 又出什么事了 首先 毒气弹是装在他的汽车里的 也是通过他的汽车 开往师傅大理堂的 毒气弹引爆的那一刻 他恰好离开了回场 而这辆车唯一有关的当事人小胤 也被杀害了 这么多疑点是不是应该查一查 展书 你是他弟弟 你们兄弟感情很深 这一点我理解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内情 跟那没关系 我只知道最根本的疑点 他的人品 他不可能干出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现在容大你来向前吧 这次多谢你们二位协助啊 耽误你们时间了 这样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去 不用了我们自己回去就好了 谢谢 也好 再见 再见 多亏有惊骨血呢 怎么了 你是不是被吓到了 还没有缓过来 嫂子 要是你的男人有大事瞒着你 你会怎么办 我会先想一想 看一看 再决定怎么做 这样的话 他就会说吗 念廷啊 老湛家的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越大的事情他们就越不说 我 放心了 没事的 走吧 爸 来了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怎么好好的心脏病就犯了呢 心脏病就是这样嘛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没事啊 放心吧 没事就好 可把我给吓死了 你说今天真是不太平安 你听说了吗 那个特务在大礼堂投毒的事情 特务 大礼堂投毒 那不是很严重 有没有伤亡啊 听说是虚惊一场 对了 你来得正好 今天啊 大夫给我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没什么事 爸爸就出院了 我陪你 好呀 对了吧 我今天也碰到一件 莫名其妙的事情 什么事 我和嫂子去逛街 她说她碰见了首安和 首安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去确定 什么事啊 爸 没什么事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一块陪你出院 你等我 等我啊 你看你的 不是 什么事啊 你 我的包 我的包 爸 我一块来接你啊 你 燕婷 这孩子 兄弟 人在这儿吧 好 兄弟 谢谢你 谢谢你 帮你 帮助 omie 小本 dollar 帮助 そう 帮助 这和你有关系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守安下午 跟一群坏人混在一块儿了 转守安爱跟谁混在一起 那是他自己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一直针对守安 而且你以前还是 还是那边的人 嫂子都跟我说了 说他肯定守安是被迫的 我爸也跟我说了 今天下午大礼堂 还发生了投毒的事情 难道这两件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吗 我为什么就不能怀疑你了 你觉得这两件事 和我有关是吗 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 我是来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是 是 你可以不相信我 这没什么 可你 可你要认为我 我知道辜负在大礼堂 我还要去投毒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 他是你爸爸 是我辜负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我这样做还是人吗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这样认为我呢 联帝 你要是 真认为我是这样的 我们俩一会儿不要再见面了 我刚才 我这不也是心急吗 我为什么就不能怀疑你了 我 你觉得这两件事和我有关是吗 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 我是来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我是 你可以不相信我这没什么 可你 可你要认为我 我知道辜负在大礼堂 我还要去投毒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 他是你大巴 是我辜负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我这样做还是人吗 你怎么会这样 这样认为我呢 电影 你要是 只认为我是这样的人 我们俩一会儿不要再见面了 我刚才 我这不也是心急吗 听到这些事 我 我老是爱胡思乱想什么的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跟你道歉 道歉还不行吗 我 原谅我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天太黑了 你自己走我不放心 我送你吧 送 你自己走 你刚才说 战舍湾和几个坏人在一起 那后来呢 他怎么样了 他 应该没什么事吧 你这么担心啊 他连个平安都不抱 这叫什么人呢 这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跟他 不能这样 知道吗 你跟他好不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度 你行了 表哥 我求你了 你怎么都不听我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我真的生气了 好吧 不说了 来 舍安 嗯嗯 谢谢 你哥不在家 她打电话过来 说后勤处这几天要加班不回来了 他这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 是啊 怎么了 你听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 对了 舍安 你真的要好好向我解释一下 你今天一天的行为 你一天到晚神出鬼没 上天入地的 一点都不像个老师 倒是让我想起 你在南方的时候 捂刀弄枪的样子 嫂子 有很多事情我现在 没有办法向你解释 为什么 你不会还有特殊的身份 和使命吧 不 嫂子 你要知道 今天的形势特别的危险 有人在我哥的车上 装了毒气弹 差一点就酿成了大货 毒气弹 谁干的 我不知道 我之所以过来 就是为了了解一些情况 你是说 怀疑这里有线索 嫂子 你仔细想一想 今天有什么人 来过这儿 找过我哥 老长官 你要出去啊 你来找我有事 我 我这给老长官 买了点石鲜的水果 给送来了 不可能啊 你 你想到了谁 夏天水 你哥的副官 他什么时候来过 你哥出门之前他来过 他来干吗 他说来送一点水果给你哥 这个人你了解吗 了解啊 战争的时候 是你哥的勤务兵 还在战场上救过你哥的命呢 而且他对我也不错 我刚回来的时候 不方便见你哥 他还在暗中接觎过我呢 嫂子 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是谁让你来找他的 嫂子 那有些事情 你了解的越少越好 说完呢 今天在永安饭店 和沥水趣味的时候 你让我帮你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 我知道的越少越好呢 嫂子 我现在真的很急 你只需要告诉我 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夏天水 好吗 这是刚刚排查出来的资料 都是与战首平 来往密切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这个夏天水 他近期出入战首平家 非常频繁 并且 与八十九旅的救部人员 来往密切 查 是 刚刚得到的消息 战首平已经被共产党收押了 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已经见效了 战首平要负担起图谋 杀害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名了 可是共产党没那么笨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这件事跟战首平没有关系 不过 夏天水的第二步已经开始实施了 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 大理堂的炸弹是你亲手启动的吗 是啊 我不但亲手启动 还亲手打死了战首平的司机 他想把车开走 你看到炸弹爆炸了吗 没啊 我 我当时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再晚走一步就来不及脱身了 战首平的车是被谁开走的 这 是战舍安开走的 不太敢了啊 别敢 丢死战舍安 那他要是不动呢 那我们的机会不就 我 闭嘴 只要夏天水 冻战舍安 战舍安就不可能不动 我 我 手安 这是夏天水的地址和电话 手安 这次你一定要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弄得惊天动地的 不然的话会让你哥很被动的 我走了 嫂子 手安呢 艳婷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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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问题 尽量 到底去哪儿了 喝 怎么办怎么办 焦火了呀 焦火了焦火了 行了行了你别弄我 快快找着快找着呢 快找着 灭了 喝 你这干嘛啊这是 不小疼 给 不是 太冷了 你说你一大早上你折腾什么呀你 你看你这小痘 是不是这个嘛 这个 那也没事啊 你看你做那一大桌子菜 给谁吃啊 我想给你做顿好吃的 你这是要干嘛呀 要开个碗子啊 别动 您是想做一个好妻子吗 你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会不会做饭 你做得好不好 这跟你是不是个好妻子 根本就没关系 因为 从根上你就是个好妻子 这 对不对啊 我知道我错了 你哪错了 表现多好啊 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有距离感呢 这样的话我们会越走越远的 咱们俩离得挺近 我明白 我是得监讨 昨天我确实没有去沙州 那是因为临时遇到点事情 但是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解释 我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自然而然地走进你的世界 你一直都在我的世界里边 用不着进 不是 走进 傻不傻啊 你还疼 不疼 什么 张海参被接走了 对啊 那是谁接走的 他的母亲吗 就是送他过来那个人啊 叫 夏天水 夏天水 嗯 可是夏天水跟他非亲非故的 你们为什么让他把孩子带走呢 那孩子是他联系送过来的 他要接走也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简直是胡闹 把孩子交给一个无关人员带走 你们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你一定要负责任的 我帮人家带孩子这么长时间 谁送来的 谁接走 那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 我看哪 你才胡闹呢 你 那你告诉我 他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 他没有说 夏天水 四十六岁 原国民党八十九日复关 现在铁道处总无科任职 事发当天 他临时请假外出 据悉是去战守平家送接礼的 也就是说 战守平的汽车 在开往师傅大礼堂之前 这个夏天水是有机会接近他的 小邦 你带一个小组 找到夏天水 把他带了 是 等一下 林书记 林书记 我找你说个事 你先去忙忙 好 来 坐 你把战守平关起来了 算不上关 是传讯 把人家抠到招待所 一晚上不准回家 还不算管 林书记 这个毒气单是在他的洗手里发现的 要不是排除得快 就出大事了 你呀 还是缺乏大剧怪 哎呀 我 我还得去应聘面试呢 忘了 应聘 工作啊 你用不着那么辛苦 我赚的钱够咱们俩人花的吧 我整天在家里待着 终于胡思乱想 对了 倒也是 一会儿 你是不是要去学校 是啊 那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去呗 我送你去学校 好 不不不 这种小事让我来 喂 哪里 顺安呢 我是飞飞 我答应过你哥 把海生接回家的 但是我今天去接他 他人不见了 已经被人接走了 听说是被夏天水这个人接走的 可是 我已经打电话 去夏天水的办公室 他人也不在 我担心会出事啊 现在你哥有事不能回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不是 那你问过戴沛青了吗 我难知道他在哪儿啊 行了 你也别干着急了 你在哪儿呢 把地址给我 行 往这儿过去 好 我等你 那个 叶飞飞啊 她遇到点麻烦的事 我得赶紧过去吧 吃个饭再走 来不及了 特别着急 那个什么 这些都放在这儿 晚上回来我收拾 好吧 我这块人物都放着啊 小英的弃声 责任也不全在你们 展副处长 实在对不起了 配合调查也是我的义务吗 这么对待您是违反政策的 令书记批评我了 快别这么说 没这么严重 谢谢您的理解 这样 我安排车 把您送回家休息 不用 我直接回军管会 昨天晚上在这里 我睡得挺好的 嫂子 说安 你给夏天水打过电话了吗 我给他家打过了 没有人接电话 我要打到单位 说他没有上班呢 那他能去哪儿啊 我想起来了 你哥好像提起过 海生的寄养费 好像是由一家叫做 平广贸易的公司垫付的 而且是由夏天水出面办理的 那也就是说 夏天水跟这个贸易公司 一定是有关系的 找到这个贸易公司 就有可能找到他了 走 首长 您回来了 听说特务在您汽车里 放了炸弹 小英也牺牲了 幸好您没事 报告 进来 首长 有一位女同志要见您 叫什么 她叫戴佩秋 她人呢 咱会合试 佩秋 你最近还好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都知道了 小英她牺牲了 不说这个 来坐 你知道夏天水在哪儿吗 你找她干什么 她把海生给接走了 夏天水把海生给接走了 怎么回事 我把海生寄养在一个农家 今天早上去的时候 就说 被夏天水给接走了 那她人呢 我当初找了都没找到 你知道她可能在那儿吗 先别着急 我相信我 夏天水 不对了 她老家 在郊区的沙浦县 我们部队经过的时候 她带我去我那儿 把地址给我 我也没什么地址 但我知道在哪儿 走 跟我走 来 那你援我一下 我去阿败车 我雇了一辆车 就是这儿了 就是这里呀 你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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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贵公司的负责人在吗 请问两位 是要找哪位负责人 总经理就好 那两位怎么称呼 战首安 叶飞飞 请稍等一下 我去问问总经理有没有空 谢谢 进来 萧总 有两位客人要见你 谁 一位好像叫战首安 另外一位是叶飞飞女士 她们怎么来这儿了 她们怎么来这儿了 你要回避吗 不用 好的 可不错 好 您呢 各达个油 多晚 你好 两位可以进去了 谢谢 我想问一下 这位女士也在贵公司上班吗 是的 戴培秋女士 筷子部的 那她今天在吗 她今天还没有来上班 总经理已经在等两位了 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好 谢谢 怪不得这家公司 肯垫付海生的进养费 原来戴培秋在这里上班呢 嗯 嗯 嗯 首安 菲菲 怎么会是你们呢 我来应聘 就是想在表哥这儿找份工作 本来想落实了 再来告诉你们的 萧先生 回来了 你不是也回来了吗 彼此彼此 世界真小 上次我们四个聚在一起的时候 还在南边的 燕亭那个小公寓里面呢 是啊 真正的 真正的 给我来一下 孩子的事难免你了 我正想跟你杀了 今后 派生还是由我来抚养吧 为什么 我是孩子的父亲 不必 你得好好想想 这么做对你的孩子 都有好处 师父 前面的路口向左转 去沙平公路 师父 您走错了 这条路径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您先马上停下 停车 旅长 警马 你们是什么人 警旅长下车 你也参与了是吧 对不起 为什么 因为孩子在他们手里 你也不干的 不放在这里 我知道 我得到其中 你还可以 你可不放在哪儿 我可以每个人们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夏天水 夏天水是谁 是你派去抓走我侄子的人 小文华 我们之前在广州的时候就有过约定 政治是男人的事情 别把女人卷进来 你倒好 拿孩子下手 我可以有无耻来形容你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错了 你侄子跟侄子问候人 我就找到我这儿来了 不然呢 我错了 大错大错 把话说清楚了 我是在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合家团圆 合家团圈 你帮助谁合家团圈 是 今天我要不把孩子切做 也许你哥哥永远都见不到他 我永远能什么意思 你哥哥就要去自由世界 旅长 请 我儿子呢 旅长请坐 我儿子呢 请旅长坐下 我要不坐下 是不是就得躺着出去 旅长坐下 属下自会细说清楚的 旅长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旅长都认识 说正事 旅长 兄弟们 都一同想跟着老长官去南边 啊 你没想去南边 可不是 你们也是 钻本祥呢 是的 旅长在市府里堂的壮举 只差一点 就把整个平海共产党的首脑 一锅给端了 兄弟们听了 都是热血飞腾 都想跟着旅长大干一番呢 对 你们这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我们时时刻刻 关注旅长的一举一动 等着旅长启示的那一天 可要是 不想去南边呢 旅长 这开工没有回头见 我们既然决定起事 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如果旅长不接受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就只有在老长官面前 许国了 你们在市府 大理堂 用炸药陷害我在先 之后又绑架了我的儿子 现在 又把我挟持到这种地方来 他们胆子不小啊 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夏天水 夏天水 你真是该死啊 旅长 属下自知此举罪不可恕 旅长若不肯去南边 那就打死属下 此刻随意离去 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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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他还好啊 他很好 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您就放心吧 旅长 跟我说说你们的计划 是 旅长 好 我们平安小总这次的首要人 就是陪我们哥哥的心动 让他安全到他南方 你的具体人物 就是护送你哥哥 把他安全无损地交给沈主任 沈主任也来了 他会在东西岛等着你们 你们登录后见到的第一个人 就会是他 他和你哥哥的联系一直 也没有断过 战俘主任的回归 是自由世界的一次打得胜利 对国务军心民心都起着震撼性的作用 对共产党的心战 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你下边的行动有老鹰指挥 对共产党的开心機 他那边我来处理 不行 这次是离开平海 我不能 无名不败地去这么操劳 台湾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你放心 等你们到了的时候 他们也到广州了 走吧 詹先生 别婆婆妈妈的了 刘萱花 还求来 清晰 清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是我 高副处长所有地方都找过了 昌林说昨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看来这个夏天水真的是潜逃了 行了 你赶紧回来吧 是 小王 马上去洗印夏天水的照片 焚发到车站码头各个公安交通要道 统治所有关卡堵截夏天水 是 这是长海码头 今天晚上十二点整 从东基岛来的快艇 会准时进入码头 十二点三十分准时抵挡 预留五分钟让我们登艇 随后紧急离港出海 那时候 共军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们一根好帽了 长海码头如果有共军把守的话 你这个计划一文不成 属下侦查过了 长海码头是个迷用码头 没有军队部队 只有四个非武装的保安人员 光凭耿铁掌一个人就能解决 好 这个计划最关键的就是在时间点上 从冬季岛接一能快艇跟我们到达的时间 必须分毫不差 如果有什么差池的话 登顶计划就无法实施 旅长 这是快艇基地送来的对应手标 两方时间绝对一致 向天水 你的作战素养有所提高 谢旅长栽培 旅长 再过五分钟 我们就出发去长海码头了 你都听到 孩子不会要事 你有什么打算 不用你操心 你小子好命啊 刚唤醒就回南方了 到时候 跟着国君再反攻回来 风风光光地走在入城市的队伍里 鲜花啊 欢呼我 女学生的头快送抱 好 好 有意思吗 我们去哪儿啊 那地方你就知道了 是你让战首安跟战首兵一块去东西岛的 属下临时决定 这么大的决定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我是从两个角度考虑 我是从两个角度考虑的 从战长考虑 把他送到南方 就等于送进了保险仙 从我的角度考虑 也免了我的后果之用 你的决定没用 我决定 要把你的危机行为上报神主任 多谢赞扬包涵 我呀 你这个臭毛病啊 早晚要把你害死的 你 站着 我去一下厕所 我去一下 小姐 在别人 是 我去一下 你最后 哪里 我去一下 啊 吗 我去一下 您好 请接受检查